詞曲 李宗盛 你是什麼因縣你父親會從事這個工作 就有親戚介紹來這邊做生意啊 就是做這個生意 那為什麼你會接著做這個工作 我立志要賣菜啊 以前讀書的時候老師叫我讀書 我就說不用讀書以後要賣菜 賣菜不用讀書 那以前您這個工作是 您父親做的時候你就跟在旁邊看 對對那時候才12歲 我是59年吃的 配料會很麻煩嗎 會 三個多小時一個早上 那你一天出發 那從幾點就要起床 然後5點半 第一站是 9點半 9點40到梅西 10點半到春梁第一班 春梁有分四班 這個 右邊是 左邊二班 右邊三班 等一下還要去第四班 12點半到廬山 廬山有一個中期站 那5點到平靜 怎麼5點才到平靜 太早進去沒有人啊 大家龍馬都在點養 最主要要找路關 還有那個有做生意的地方 那其實都沒有幾步路啦 只是說我們會給它縮小 本來平三個的就給它變兩個 這樣比較集中 為什麼這叫楊 楊啊 爸爸的那個日本名字叫妹獎 龍會啊還有拍賣市場啊 不是有那個印章嗎 有沒有 我們這是用那個妹啊 20幾年前是寫那個女字旁那個妹妹的妹 我們在這邊30幾年 那個以前這個馬路都還沒鋪啊 剛才你從春梁進來的時候啊 還是單線到的時候 這條路線從來就沒有第二家競爭者 競爭很激烈喔 真的不會有關係 我跟你講做什麼行業都一樣 明爭暗鬥嘛 以前我爸爸包商是包那個甘蔗的 早期是包那個甘蔗嘛 甘蔗有了好幾年啊 民國六十幾年到七十幾年的時候啊 那甘蔗的價錢都不高 錢都賣了都賣了就對了 就由親戚介紹來這邊 就賣菜 賣菜的時候這邊剛好盛產 開始要香菇了 以前是吃木頭的香菇 對 木頭的香菇之後啊 賣菜嘛 原住民就拿了香菇來說 老闆我要買菜 可是我沒有錢 這個香菇賣你 就順手 又當了香菇的那個 收香菇的那個中間人 本來就有一個人在收香菇了 後來我們也收了啊 就兩個就拚了啊 掙價錢啊 從一斤六百 等下八百 等下一千二 等下一千五 等下兩千耶 等下兩千五 等下三千耶 那時候才十五歲左右 競爭到那個老闆一整地去種菜了嘛 泡八十年的時候啊 香菇沒有啦 已經被那個大陸菇走私的啊 對不對 香菇就一直沒辦法賣的好價錢 啊 那個香菇就沒有種了嘛 木頭也沒有了嘛 就像種茶葉跟種高麗菜了 好 我們又開始再去買高麗菜 又跟那一個老闆競爭喔 一直買高麗菜一直買高麗菜 買來買去 就 我們去買地 種高麗菜 另外一個老闆到現在還在做高麗菜 那他菜已經沒賣了 那就剩下我們兩兄弟在賣 那現在怎麼沒有收茶葉 茶葉真的要專人啊 做什麼行業要像什麼人啊 那我是做賣這個小生意 就要像這個 沒有辦法全部包啦 那如果有蟲奶 你還要做這個嗎 蟲奶叫 老實講好像也是要做這個 我像什麼都不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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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